字幕協助 李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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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Lemon TV的科技台 自從iOS14開始了 我們iPhone上面的App頁面是可以隱藏的 不過你會發現它一定會剩下一版有App的頁面 今天這一集我會教你完全隱藏所有App的頁面 首先你就隨便按一個App 接著按Edit Home Screen 接著你在下面Page Indicator 你就刪除你不想要的頁面 接著你會見到剩下一版是刪除不到的 接著我們按下剩下的頁面 接著我們拉到新的一版 然後把下面Dock的其中一個App拖上去 接著我們就按下面Page Indicator 接著就刪除剛剛我們不想要的頁面 接著就按這個頁面 然後把Safari拖下來 接著按燈 所有App的頁面就隱藏了 還有一個玩法 我就去相簿這裡 選一個顏色的Wallpaper 接著就將它用作Wallpaper 接著會看到下面Dock 原本的顏色就隱藏了 接著我就把下面Dock的App 全部刪除了 接著藏在App Library那裡 那你就會看到整個iPhone 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那今天這一集呢 我就教大家如何隱藏了iPhone上面的所有iPhone 今天這一集呢 我就先說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 掰掰